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朋友欢迎收看财经号角 随着美国第二季GDP 这一次激增率高达2.4%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 呈现高强度的正成长了 那这种GDP超过预期的表现 是否隐含着 美国即便看起来好像7月份 似乎是最后一次升息 但其实整体的升息周期 其实是未完待续呢 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追踪 那到底最后会不会由于升息不止 行情不止呢 也来跟大家多做一些留意 首先我们会观察的要点 并不是单纯从美国的经济表现强劲来做判断 主要来自于非常多的原物料 大宗资产 像是能源资产等等 目前都在下方进行主体位节 我们以汽油价格的图表来做观察 你会发现 最近美国的经常性的汽油价格 正在产生大幅度的波动 那这一方面跟美国在暑假旺季 采取的自由行 开车 还美国 有相当剧烈的关系之外 我们也观察到 全球的需求在未来三季度 再四季度 似乎整体的拐点也即将出现 尤其我们可以了解到 很多人说 美国的CPI在下滑 照理来讲紧缩步调可以没有这么强劲 的确 我们从G20 各大经济体来做表现 来做留意 会观察到美国在6月份的CPI年增率 仅仅只剩下3% 在众多的发达经济体市场当中 表现算是比较良好的 你像是相对跟加拿大 或者跟我们观察到德国市场 法国意大利比较起来 其实通膨力度已经没有来得这么剧烈的 不过呢 如果我们观察核心CPI的部分 也就是把僵固性的通膨拿出来进行比较 你会发现美国基本上就是无一例外 跟大多数的发达市场一样 通膨都是十分高的 换句话说 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升息步调不能说停就停 或者至少有那种升息周期尾声 让鲍尔释出的讯号 因为我们只看到原物料价格在低位 而且已经开始震荡 准备要阻底了 那另外一方面 核心通膨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仍然居高不下 我们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个人消费支出当中的PCE指数来做观察 核心通膨一样是来到4%以上 也就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那些最具僵固性的工资部门 或者租金部门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的松动 那我们过去曾经跟投资朋友分享过 在联准会的利率决策当中 它在乎的是两项条件 一个是通膨率 另外一个是失业率 那按照过往的经验 通膨和失业率 它通常会形成一条负曲线的关系 我们叫做菲利浦曲线 我们来看图表正常来讲 如果通膨率越高 也隐含着市场上的消费越旺盛 所以呢你可以观察到 这个时候反倒它会往左上方的方向来走 那通常通膨率越低 也隐含着市场上没有这么多的消费意愿 失业率因此会判高 形成一条负协率的菲利浦曲线 好那现在通膨从2022年非常高到现在 的确有所下滑 但是通膨要去化通常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商品去通膨 也就是你要让大部分的原物料资产 或者商品价格有所叠价 像是一些3C消费电子性产品 面板 电视 或者我们看到的医疗 应该讲说这种服饰类相关的 这种商品资产能够有显著的下跌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全球各大商品 其实有蛮显著的叠价 不管是在二手车市场 还是在我们观察到的衣物类别等等 都有明显的叠价 可是在第二个阶段就遇到了极大的僵固性 那就是在租金去通膨层面 目前租金老实说全球各大水平来看 顶多就是在高位主顶 但是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下滑趋向 那阶段三其实属于工资去通膨 你要让市场的购买力能够有所退却 就要让它的工资下跌 就要有人失业嘛 但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去通膨始终保持在阶段二 也就是租金去通膨的阶段 所以距离到底能不能有显著的通膨下行 老实说没有看到 更何况目前全球的失业人口 都在持续的下行当中 这就导致了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失业人口产生 那么消费就不太可能进入到 实质紧缩的现象 这就是我们所观察到 联准会所遇到的难关 当然另外一方面有人认为 这种劳动力结构的现象 并不是联准会能够改善的 目前市场这么缺功 又不是因为联准会造成的 是因为疫情所造成死亡人口 大规模的退休潮 川普的移民法案 以及全球的就业心态的改变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好像联准会再怎么升息也没有用 你把原物料价格打下来就算了吗 但是你怎么可能把工资价格给打下来呢 所以这才是我们观察到 联准会为什么它必须要塑造一个人为的经济衰退 导致失业人口上升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现象都还没有发酵 反倒我们可以观察到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也许核心通膨回不去了 但是至少可以让激起效果发挥它的效应 只要工资价格不再上涨 明年这个时候 通膨的年增率就变零了 通膨年增率变零不代表物价会回铁了 只代表它不会继续涨而已 这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有没有可能联准会就保持在高利率 一路等到明显的核心通膨下滑呢 这个几率其实也是高的 但是我们要来留意的事情是 很多人说照这个逻辑 那就是升息不止 行情不止了 因为它要升息就隐含着经济其实够强健 GDP够强健 劳动力是涨够强健 所以有一天它不升息了 我们才要紧张 从逻辑来看 这是对的 但是有些人会说 可是按照目前Fate Watch的预估 明年三月份就有可能进入到降息循环 那是不是说明年三月份左右 股市就要崩盘了呢 因为要开始大降息了吗 首先降息不见得一定是大降息 很有可能只是预防性降息 我们以过次两去的经验来做一些解读 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 分别是1994年2月份所开始的升息循环 以及2004年6月份所开始的升息循环 当时利率分别升息幅度来到300个基点 和425个基点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即便94年开始进行了陆续的调降利率 但是它并不是大降息 它是进行了三次分别25个基点的预防性降息 它的预防性降息的用意是帮助银行业 或者利率端不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反而你可以观察到 牛市反而可以以此来持续维持 那包括04年到05年 当时停止升息以后 仍然有一年的平台区保持在高利率 而这段时间 行情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对的多头氛围 所以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不代表一降息或者一停止升息 股市就要走跌 反倒它还是有大概一年期左右的空窗期 那这一年期空窗期 股市会涨到哪里去 很难说 但至少我们可以观察到 市场并不是这么想的 我们从Facebook的预估图来做观察 那张图表其实彰显了 市场其实是预估在7月份升息一码以后 9月份是不会再升了 它会一路延续到明年的元月份到3月份左右 才开始有明显的降息路径开始产生 而与此同时不只是市场这样想 就连这些大头行 小摩大摩等等 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观察了 假设它的升息路径在今年年底仍然保持在高位 按照市场的预估 那么如果通膨现在已经低于4%的话 按照过往的获利年增率 标普白指数的表现 跟通膨低于4%的表现来进行比较会发现 通常通膨低于4% 而且涂在下行状况的时候 标普白指数的获利年增率也处于正值 所以也就是说目前的股票上涨 虽然有些股票涨得过多 但是它仍然是属于健康的氛围 为什么呢 因为通膨的确在下行 而景气的拐紧也在出现 目前我们从科技股的财报来看 整体低点在去年第四季的获利表现 就已经完全见到了 目前一二季都在持续的维持上涨过程当中 那加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这张图标是美国的智慧空决数 去处于总失业人口的变化 大概幅度大概在1.8倍左右 换句话说 每一个失业人口大概有1.8份工作 是等着别人来做的 这个是历史最高值 从来没有失业人口有这么多工作可以做 那为什么会有突然大规模的就业港口被敞开呢 科技业不是都在裁员吗 首先科技业占整体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口 它不见得会进入到极度的紧缩 它可能就是一个泪软着陆的消费性的衰退 其实我们讲衰退有很多种 有财报面公司面的衰退 有消费面的衰退 有失业人口的衰退 但是按照目前各项资料来看 今年顶多就是一个明显的景气下行 但是不见得会到显著紧缩的格局 事实上很多人说 可是你看现在利率很高啊 难免一定会有人受到冲击啊 这是真的总有一天大家会因为利率的冲击 而受到明显的景气下行 但目前传导面还并不是特别的显著 我举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图表 这张图表呢 黑色线是联邦基准利率的变化 红色线是企业针对利息支出 所占整体营收的比例 你可以观察到 在过去以往的格局当中 当联邦基准利率大幅调高之后 通常企业要支付的利息也会大幅的调高 因为全球利率水平都在升嘛 不管是05年06年的经验 或者2000年的经验 可是这一波很有趣哦 利率一直在升 但是利息支出反而持续下滑 这说明什么事情 这一波大多数投资人都学乖了 选择在20年到21年 都把大部分的利率给锁定了 使得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迹象就是 即便利率非常非常高 大多数人并不是采用当下的利率啊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以30年期房贷利率来说 现在30年期房贷利率美国是7%嘛 可是目前选择6%以上利率的 固定水平的购房者有多少 不到一成 80%基本上都是属于4%以下的贷款利率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那么高的利率 你要吸引别人买 也要有所难度嘛 所以目前美国很多的市场 它属于量缩的状态 但是价格并没有因此而下跌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迹象 那换句话说 美国二季度的GDP超过预期 联准会是不是代表升息未完 不一定升息一定会持续 但是呢 保持在高利率 大概是一个中长期的情况 这个中长期情况 不会说到今年年底就为止 很有可能一直到明年的上半年 甚至是下半年 高利率的水平依然会存在 就算有预防性降息 它也绝对并不是大降息 所形成的宽松效果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 的确只要升息不止 基本上行情就不止 这个是我的想法和观察 那升息会不会形成 对于经济的冲击 可能有 但到目前为止 它都还没有大幅的彰显其中 这个是我们值得观察的一些流域方向 那换句话说 到目前为止 没有股市的多头氛围 其实从去年我的判断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大幅度的转变 这个转变主要有几点来发酵 第一个是市场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转化为全面乐观 市场到目前为止 对于当下的行情 老实说还是抱持着相当程度的怀疑 第二点呢 是经济指标的拐点才刚刚出现 也就是说 现在肯定不是扩张格局 现在不是景气繁荣周期 现在顶多就是由衰退 进入到复苏周期 行情不会在复苏周期 直接结束的 行情只会在繁荣扩张周期 才会见到绝对的高点 比如说2021年年末的水平 那第三点 是由于目前的升息路径 我认为还会持续 那行情基本上 就还有持续推升的空间存在 那以下几点 提问的投资朋友 多做一些参考和留意了 当然我们要适时的关注 经济形势的变化 比如说 到底有多少人 因为由于利率大幅升息的结果 形成金融性部门的冲击 三月份曾经来一次 但是年总会紧急救市了 这一波还会不会有持续的发酵呢 就对我们来多做一些刘亦翰观察了 听众投资朋友 多做一些刘亦翰观察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 财经好的 再相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